醒目一拍咱们是继续开书 咱们今天呢接演着张文祥赐马案 上文书啊是咱们这段书的开篇 说的就是啊在同治九年江宁府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这两江总督马新仪 在月社回府的路上 被一名自称叫做张文祥的刺客当街赐死 这个案件呢发生在同治九年的七月二十六 要是按公历说呀 就是1870年的八月二十二 这时间过得真快 这转眼呢就到了冬天了 咱们这个故事从哪接着说呢 咱们从啊十一月份北京城开始 确确的说呀是在京郊 京东南大运河的河套上 在这河道上啊有这么一队马队 自京师出发向南行进 那有人说这不是疯了吗 这河道上哪来的一队马队呀 哎这会儿啊 这大运河已然封行了 这河面上啊 平平斩斩冻的一尺多厚的冰 虽然这会儿还没进腊月 可是大运河呀 在上个月就已经封行了 河面就冻了冰了 要想再行船通航啊 那就得等到明年春天开河化冻了 这只马队呀一共有三挂大车几十匹马 其中有一挂大车也比较正常 上面装的是什么呢 装的是货物 具体是什么看不清楚 上面扇着油布打着吊扣 四匹马拖着这挂大车 那还有两挂大车呀 有意思了 一挂呀是八匹马拉 另外一挂六匹马拉 没有轮子就是冰雪爬里 宽一丈五长两丈 一看呢这就是拉人的 并且非常奢华 这大车的车棚啊 底子是绿泥崩的 外边啊还罩了一层皮棉套 哎这玩意一看就讲究 他离地近呢 又走在冰上 要是再慢着点走啊 里边的人都感觉不出来在行路 再往后边看呢是马队 前边啊有二十名各是哈 后边跟着四十人的卫队 一看呢这个马队啊 势力不小 为什么呢 您别瞧啊 这运河已经上洞封河了 这河面上啊 不让随便走人 他有巡河的巡防营 这两岸的老百姓啊 横路跑兵还可以 要是捋着河道走 又是马又是车呢 离这个巡防老爷的鞭子呀 可就不远了 这巡防营能放任这个马队 在河面上走就足以证明 这轿车子爬来里坐的人呢 身份是多么的高 哎 了不得了 这里边坐的呀 部长 哎 大清国正一品的文官大员 刑部尚书正敦锦 和他一同啊 坐在这八匹马拉的轿车子里的 还有两位刑部的郎众 这两位郎众啊 都是武品 看模样啊 都不到五十岁 一位呀是汉臣 一位是满官 这汉郎中啊 叫严世章 这满郎中啊 叫一同鹅 这两个人呢 是这郑敦锦呢 在这个刑部精心挑选的 两位干例 同时啊 也是自己的心腹 这轿车子里边啊 哎 升着火盆 设着软座 还有这大司寇 随身的一个小司 给这三位大人呢 伺候着茶水点心 哎 您猜的没错 能惊动着大清朝刑侦司法一把手 在这大年根底下还出来办差呢 就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这大清国自开国以来 唯一的一次刑刺都府大员的案件 刺马案 这暖郊里升着火盆呢 非常的暖和 只不过呀 他略微的有一些叹气 这郑敦锦呢 坐在小书桌的边上 一边搓着脑袋呀 一边可就走神了 他就想起了 就在十天以前 在北京城紫禁城里边的养心殿 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招近他时的情形 既然不是朝会也没必要垂帘 两宫皇太后与同志皇帝呀 相对而坐 厚厚的地毯上啊 还放着一个黄垫子 垫子上跪的呀 就是郑敦锦 这同志再是个傀儡皇帝呀 也得他先说话 他面临太监搬来了绣墩 让这个郑大人坐着回话吧 这搬绣墩过来的是一位年轻的总管 这人是谁呀 李连英 那有人说这会儿不应该是安德海吗 哎 您问晚了 安公公啊 前两年 同志七年 被这个丁宝珍呢 咔嚓一刀 在济南城啊 开刀问了展 这会儿的内庭大总管呢 已然是年轻的李连英了 这郑敦锦坐在绣墩上啊 偷眼往上瞧 这小皇上这会儿啊 虽然还没有亲政 但是啊 已经长大了 虽然正金没做 但是还是含着笑文的 看着对面的两宫皇太后 这慈安太后呢 向来就不爱说话 今儿个也是一样 低着头啊 把玩着一只香囊荷包 那看样子呀 就是等着西太后发话了 这慈禧啊 把自己手里的茶碗 放在了炕桌上 看了一眼郑敦锦 说小山呢 哎 对了啊 这个没跟您交代 这郑敦锦的字啊 叫小山 这太后呢 称呼大臣 自然不能直呼其名 当然呢 要称他的字 这西佛也接着又说 这家里边都安顿好了吗 眼看着就过年了 把你派出去公事 说实话 我们年儿几个心里啊 也是不安 可是没有办法 正所谓拾君之路 担君之忧嘛 朝廷遇到了刺杀都府 如此之大案 也是你刑不上书 该管该问的 江南这些官啊 要不见就都是饭桶 要不然呢 就是上下骑手 欺哄我们俩们 事儿出了以后啊 这江宁将军奎裕 先带着这个江南的都府道员们 会审这个贼人张文祥 说是啊 怕这个张文祥死了 事关重大 担不起责任 就不敢用刑 我一看呢 指这群费 我审不出什么结果来了 又派了这个河道总督张志万 在九月份呢 去到金陵 一同会审 这不上个月吗 给我回信了 险一险的 没气死我 通篇的磨灵两可呀 一会儿说这个张文祥啊 是长毛连匪 又说他呀 私通海盗 又说因为他们家里那点 臭事破事啊 到马西尼处状告无门 这才心生积怨 于是本年七月二十六日 随从混进都府突出行凶 再三审讯 失口 不依其共 无令由 逐事各情 小山呢 你拿过去瞧 就最可恨的 就是最后这四个字 叫尚属可信 我要的呀 是个实信 我可不想在这儿猜灯火 皇上已经下旨了 让曾国藩跟你一同回去 把他呀 从直立总督镇上 调回金陵去 哎 我也是没办法 他愿意不愿意呀 咱们先放在一边 看样子呀 是随了很大一群人的怨 这也是没办法 我怕把你一个人派到江南呢 那些湘君秋八出身的官啊 你也是压不住 这郑敦锦呢 心里明白 这慈禧太后嘴里说 衬了那些人的怨 谁的怨呢 就是那些湘君出身的官员 哎 曾国藩的那些铁杆手下们 据听说呀 曾国藩被调任到直立总督 这些人意见非常的大 纷纷抱怨朝廷 抱怨慈禧太后 这就是谢莫杀驴 这湘君呢 刚刚缴没了太平军 这就把主帅调离了江南 所以这些湘君将领啊 抱怨声不断 背后里骂街的多了 最后这太后压了一口茶水 说呀 把你派到江南呢 我就是想听一个实信 听两句实话 这马心仪可是咱们的人呢 哎呦我的天哪 这句话可厉害了 咱们的人 那我是太后的人 对呀 这太后这会儿正指着我呢 那自然呢 我是太后的人 这马心仪啊 也是咱们的人 这太后命我去江南呢 那肯定是想让我要查出点什么 一定要查出这马心仪被刺 后面的主使之人 刺客张文祥已然招任 背后没人主使 那这事可就难办了 即便这心里这会儿翻江倒海 这郑敦秦嘴上啊 还得赶紧谢恩 说这话呀 赶紧从秀敦商站起来 扑通通二次跪倒 说臣此次去江南 肩负着皇上太后的嘱托 一定查清此案 给马治台一个公道 定不负皇上太后的厚恩 慈禧说你下去吧 有什么事啊 长河朝廷书信来往 你别忘了 我给你做主 你背后是我 是大清国 这郑敦锦呢 谢了恩 站起身来退步往后走 人呢 还没退出这养心殿暖阁的门槛呢 就听着慈禧在后边啊 又说了一句话 六爷赏你的两城暖教啊 你就别辞了 必定啊 他也是心疼你 这大冷天的运河呀 也已经封了河 你岁数也不小了 要是走一路啊 车马劳顿 怕你的身子骨啊 盯不住 有他这两城暖教车呀 也省得我再为这事操心了 这郑敦锦呢 嘴里边一边懦懦称事啊 一边退着往外走 一出养心殿 还没到军机处呢 小风一溜啊 他才发现自己脑袋发晕 后背一阵发凉 确是因为啊 听完慈禧太后最后一句呀 这郑敦锦 清帝国的大司寇 里边的中阴的一下子就湿透了 什么事吓得他一身汗呢 原来就在几天以前 这江南的差事刚下来 公亲王鬼子六 就打扮人呢 把他叫到了府里 在西晋斋 就是那个著名的公王府南部店里啊 摆了一桌家宴 就他们两个人 这王爷呀 亲自陪着 并且给郑敦锦拔斩 说是给他的江南行送行 那席间呢 什么多的都没说 只是跟这个郑敦锦说呀 这趟差事的一路上必定是辛苦 因为呀 已经到了深冬 水到风河呀 又坐不了船 这大冬天的骑马坐车呀 太冷 所以呢 这两层暖盘里呀 正适用 这王爷倒是清流淡血 说没什么好审的 这魁玉呀 张之万呢 不是已经审完了吗 说没有背后主使 你呀 赶紧去赶紧回来 这也不是什么悬案 赶好了呀 咱们爷们一块啊 还能过个登节 吃个元宿 这饭吃的呀 不踏实 郑敦锦心里明白 这公王爷呀 哎 他可是不想查出什么事来的人 谁都知道 这六王爷 那可是 曾国藩在京里的后窗 是这乡军一脉的政治靠山 马新仪一案呢 查不出什么还责罢了 一旦呢 查到有人主使 那必然就是乡军将领所为 无论曾国藩知道不知道戏情 他也呀 躲不了这瓜烂 所以这王爷呀 这会儿在京里呀 就要稀释宁人 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说呀 郑敦锦呢 郑敦锦 你呀 瞧这办 这郑敦锦心里清楚 自心有之变 鬼子六 慈禧慈案 疏扫联合 杀了肃顺等顾名大臣 这皇权呢 一下子可就落回了 两宫皇太后的手里 慈禧太后 今天能在朝政上 邀五贺六 两宫皇太后 能在这个养心殿里 垂帘听众 那完全是得仰仗 鬼子六这点帮助 这公王爷呀 能做了这大清国小一半的家 俨然就是这大清朝廷的摄政王 太后说的话呀 就是皇上的旨意 得听 这摄政王的话呀 也不能当成耳旁风 不过呢 这摄政王给的这两成轿车子 可不敢要 那是王爷的车 换句话说 那是王家的居年 郑敦锦 作为刑部尚书 以餐人扮人过日子 不能吃这亏 让人攥住这小辫子 再有吃人家的嘴短 拿了人家的手短 做了这王爷的拘脸呢 到时候一旦涉及到乡军 你是办是不办 一旦如此啊 你望朝廷 望太后这如何奏报 都是你要考虑的 那这回呢 这太后啊 倒是允许了 不怕别人被地理给自个上演药 可是最吓人的 这太后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呢 哎 注定了这趟江南行啊 是如履薄冰 想到此处啊 这郑敦锦 坐在这暖车里啊 不由得抬头叹了口气 看了一眼 一左一右 同在车里的这两位原位郎 这二位 那可是郑敦锦呢 在自己这吏部啊 是挑了又挑 选了又选的 都算得上是自己的心腹 并且呢 这二位官生很好 吏部每年的这官员考核呀 对这二位的考语啊 都是吏位民怀 这严世章啊 优良不说 还是假等 这严世章啊 自聘亲山东的渠府人 对了 跟孔圣人他们家呀 说老乡 似是学岭生 这岭生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不穷掰式 简单的说呢 就是上学的时候啊 一等一的优等生 那优等到什么程度呢 也就是上学的时候 领奖学金 政府啊 给领米 那是咸丰五年的举人老爷 本来人家都高声了 外放啊 去组建满洲火器营 这郑敦锦接到这个棘手的任务以后啊 这手上就缺一个信得过的人 于是才把他叫回来 我这个人呢 说书就不怕泄底 也就是因为颜世章参与了这个案件 才导致今后的仕途不明朗 这位满郎中一乐通俄呀 为人正直 凑巧的是啊 从这个案子开始啊 就一直跟着这个案子 作为刑部的官员 他来往江南呢 已经两趟了 这是第三趟 相对于对这个案件的知戏末节啊 比较清楚 这郑敦锦呢 就是看中了这二人的人品 才选择了这二人 跟自己随身听差 那么说这个郑敦锦的为人如何呢 我可以说呀 官生非常好 这郑敦锦呢 也是两膀进士出身 多年围官能走到今天这步 成为了朝廷当中的一品大员 一挺胸仆子呀 仙鹤补福 那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说呢 也办过团练 吃了这个大清国 剿灭长矛年匪的红利 围官清廉不说 还是能臣干例 所以才逐级提拔 坐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这郑敦锦呢 转向闫世章 说聘青啊 咱们到哪了 这闫世章说呀 咱们出了顺天府啊 已经进了天津了 估计呀 咱们过了山东 到了淮河附近呢 也就没有兵了 这郑敦锦叹了一口气 说呀 咱们到了淮河呀 赶紧换船 把王爷这两架马车呀 赶紧给人家还回去 坐着是挺舒服 可是做这玩意儿 他烫屁股 侯爷动身了吗 他指的侯爷呀 是曾国藩 这会儿的曾国藩呢 那绝位了不得 在这些都府当中啊 首屈一指 太子太保 一等侯爵 并且这侯爵 还是世袭网替 曾国藩的脑袋 后边锤的呢 可是双眼花铃 一眼就能看出 这位总督啊 那人家身上是有军功的 这伊勒通俄 赶紧说呀 没有 这曾大人呢 身体不好 听说呀 一直可血 前两天才从广西呀 买了一副寿财 这曾大人说呀 走到哪啊 这寿财就得带到哪了 这呀 说不定就是哪天的事 哎 看来呀 也是很凄凉 这天津教案呢 给这曾大人呢 也是没少惹麻烦 至于这天津教案的事啊 咱们以后再交代 咱们接着说呀 这个钦差大人郑敦锦 要说呀 这中国地他还是大 还没到淮河呢 刚过几年啊 这运河上就已然没有兵了 于是这郑敦锦呢 赶紧气了六王爷 这两个轿车子 多给赏钱 哎 连车带车夫啊 一同打回北京 换了官船呢 是继续难请 这老天爷呀 可能是想给这个青苔大臣 郑敦锦预警 刚过扬州 船出瓜州渡 罕见的江南大雪 是飘飘而至 这雪呀 那可是越下越大 长江上风雪弥漫 已然是行不了船了 郑敦锦一行人 只能是汽州登岸 又改乘马车 行之最难行之处 我这人只能下马 牵着马 在雪中是踏雪而行 一直走到了除夕日 也就是大年三十 这一行人 才算到达了南京 这钦差抵达南京 不要紧 才接出了一桩 是惊天 迷案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是 是